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呢我要跟你们分享一款幽灵新娘的妆容 这个妆容呢很适合万圣节或者是变妆派对 或者现在都快9210年了 我觉得只要你自己开心够自信 你什么时候画这个妆容都完全OK 首先我会用毛孔填补型的妆前乳来给我的肌肤做一个打底 这样可以让我后续上底妆的时候皮肤看上去更加的细致 接着我会用到一个多色的遮瑕盘 这个遮瑕盘一看就知道我最爱用哪两个色块了 因为我的面部呢是有很多红鞋丝的 所以说我会需要一个这种偏绿的色块 来帮我遮盖掉我脸上的这些泛红区域 歌剧眉影呢作为一个专业的彩妆产品 它的这个遮盖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最近很爱用的一个打底妆的方法 就是我不会再用粉底液了 我就直接用遮瑕盘修饰掉我面部这些肤色不均匀的地方就可以了 用提亮色块去提亮我的额头 鼻梁还有就是我比较扁平的面颊 上妆工具的选择呢完全就是根据你自己的个人习惯 我自己的话就很喜欢用手指头直接去揉合 然后我会选择比我自己肤色要深两个度的粉底液来做修容 我的面部两侧是没有上任何的遮瑕打底的 这个时候我会把深一点的粉底液上在面颊两侧 这样一来呢可以统一整个面部的这个妆感 二来呢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修容 散粉定妆之后就可以开始画眉了 今天的眉型呢我会故意画得硬朗高挑一些 因为我希望这个新娘她是一个非常有自己的棱角 而且爱恨分明的性格 这是一个眼妆完成前后的对比效果 我会用到这个颜色 然后选择一把这样的扁头刷子 在眉眼间找到适中的位置画出眼窝 然后用眼影刷在这条眼窝线上方的位置打上同色的红色眼影 然后我会用这个眼影从眉头的位置开始画出鼻子的鼻侧影 下眼影打在离眼睛差不多一个卧蚕的位置上 鼻子的修容我也会用到同一个颜色 这样呢可以保证整个妆感看上去很统一 不会出现很乱的情况 然后找一把干净的大刷子 把这个整个红眼圈给它揉合一下 我需要一支块没有墨水的眼线笔 像这样的眼线笔呢可以画出痕迹 但是笔头比较偏影颜色也比较浅 就画假霜的时候不容易出错 然后选择这一块深紫色来做叠加 顺着我们刚才画的那一条假眼窝来进行叠加 眼线呢我会刻意把眼尾给它稍微的延长一些 让这个眼线和我们的假眼窝是保持一个差不多平行的状态 然后我要赚取一些粉底液 用小刷子刷在刚才我们中间空出来 没有任何眼影的这个地方 这样呢一来可以让这个眼睛中间看上去更加的霜 二来呢是可以让这个边缘线条变得更加的干净 还是刚才的那个深色我会把它叠在我画好的眼线上面 宽度延长到我自己真正的双眼皮褶皱那个位置 这样呢可以让我的眼妆看上去更有层次感 睁开的时候不怎么看得出来 但是闭眼的话就会有那个感觉了 接着选择一个珠光色来提亮我眼睛中间的位置 用红色眼影勾出一根一根比较粗犷的眉毛 这样能够让整个眉毛融进妆容里面 用珠光的提亮色来画一条下眼线 这样可以和上面的眼影呼应一下 眼妆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粘上假睫毛 我今天选择的假睫毛呢是一个偏浓密的款式 但是它其实也蛮自然的 为了妆感看上去更鬼魅一些 所以说我在脸上用眼线羽画了一些裂纹出来 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完全的自由发挥 唇妆的第一层我会用到圣罗兰的方管19号 这个是一个非常骚气的颜色 平时我不怎么用 但是完妆的时候它就非常的合适 然后今天的整个唇妆呢 我都会用一把刷子来上 刷子很容易呢就把唇膏涂到我们嘴唇的外面一圈 这样呢才会有那种荧光的雾气感觉 第二层是雅诗兰黛PCLOVE的230号 这是一个比较偏深的紫红色 这一层呢就不要刷出去了 就保证它在嘴唇的这个范围以内 第三层是雅诗兰黛青木唇膏的460号 这个颜色又要更深一些 然后这一层呢就只叠加在嘴唇的内侧了 我是有一只MAC的黑色唇膏的 但我之前把它折断了 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所以今天呢我就用了一点黑色的这个脸谱油彩 越深的颜色越往嘴唇的内侧走 然后用唇刷去过渡一下边缘线 最后一层我用的是圣罗兰的风唇蜜 它是没有任何颜色的 但是你上到嘴巴上以后呢会有那种很水的感觉 感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